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收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林竹 今天又要来说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就是超薄的有一个很差的高兴 在飞酒的超薄有一个很差的高兴 他其实是一只三个儿子 他叫做李宗 一天到晚他都在这个超薄面上四个儿子 冲堤 青春一条李宗将这个火丁买 她的食物 这个超薄 等下狗子里面 冲堤后腰又对着大腸 她的短短的片子 腰又咬 腰又腰 这个大腸哀哀叫 甚至真恶致 他向着河里面的河里 他会等着河里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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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里面 所以所有的动物都要背贴头 他这种真恶致 跟冲堤的行为 而且有时在勉强别人会合意 让别人的动物非常困扰 也感觉很突压 有一天 这个李宗发现他所有的朋友 刷牙没去 奇怪咧 他一直找都找不到 结果 有一只肚子叫做莉莉 莉莉走到李宗的面前 他很小时 他跟这个李宗说 李宗 他平常时的这些行为 让他们这些朋友感觉很艰苦 大家没人想要跟他做会 为了要得到这个李宗 大家都想得很很 哇 第一次 这个李宗 感觉很困难 他这个时候 这么检查到他自己 他感觉他的行为 非常不好 而且造成别人的困扰 他感觉很坏 这个李宗 开始到欢声他自己 他去找找 超过最初有地匪的一只老师 李宗向他请教 要如何改变他自己 朋友才会跟他提供 这个非常聪明的老师 他跟他说 真正的优移 是应该用温暖和支持 不是啊 敢冲滴 让别人真难看 真艰苦 这样子啊 是非常不对的 好 原来是这样子啊 由这天开始 这个李宗 开始努力改变到他自己 他开始用到爱心 来帮助其他的动物 开始密捕到他之前所做的错误 其他的动物渐渐感受到李宗的改变 开始中心跟他交朋友 李宗的改变记得其他的动物 人动和尊重 这个稍微利利 也中心跟李宗变作是很好的朋友 一个超薄民丁的气氛 越来越好爱 大家做会出头 做会高朋友 为李宗这个故事跟我们说到 友谊是一种优先的力量 我们要用健康的方式对台南救兆的人 促进到友谊和温暖的力量 通过改变到自己的行为 立即学校用爱来帮助别人 让超薄上每一个动物 都过到幸福和平的日子 故事说了 我们下一次再会 过去 还不觉得 们下集中